從這邊右方先沉落 沉落往左前方落步 過來合抱 移重心收腳上步完成合抱 往右前方這邊 上步 與你穿梭衣 在後座的時候 右腳鬆步 往左邊攔過來移落 收腳合抱 往左前方 上左腳拉起來 移重心與你穿梭 在跟半步 這邊經過合抱 後座的時候拉起來 往正膝拉起來 左腳找一個新的點 往前下叉 來移增 比較重點是這邊 一下子就這樣落下地 我們在打拳架 比較有機會 要移重心偷跑 我們要落的時候要沉落 沉 他手都要一起動 你不要沉 這邊手沒有動 沉 落 移重心剛好經過合抱 轉腰上步的時候 右手架 左手拉到 因為我們要打比較大架開展 所以這邊雙手會拉開來 拉開來拉開來 移重心 有時候翻 右掌往上架的時候 翻開來 然後左手往這大概腰的高度 往正前方推按掌 這個架 可以架比較大架一點 其他像三二七六四是比較小架 就在這邊 那二十四四它因為 就是開展 所以我們從這個跨的位置 往前推按掌 那這個右手就架起來 在後座的時候 右腳跳起來一點 找一個新的點 不用扣腳 會找一個新的點 也就是活步 再活步一下 然後雙手往左邊攔過來 收腳 經過河豹 在層上層上 左手架起來 右手一樣 收到大約我們的這個跨的高度 因為要把它打開展 移重心的時候 往這邊打出去 這樣就會比較大架 比較開展 左手會架高一點 外面一點 那一般 當然其實是打這樣子而已 打二十四四 或者說其他比較小架的育女穿 說會打比較小架 那我們二十四四它就比較開展 你去打一下 你要打開展的打法 然後沉落下來 收腳 右上的時候 你這邊 你重心這樣 從這裡 蹬後腿 蹬出去 打出去 這樣架式才會打出來 收腳合抱 上步 架起來 這樣打出去 所以身形要中正 這樣打出去 然後這邊 你的膝蓋 不要這樣子 不要為了打大架 變成往前推 膝蓋不要往前推 你是這個跨 右跨 把你的左腳後跟落 這邊落下去 就不會往前推 你如果往左胯去推 就會把膝蓋往前推 你往右胯 撐往後撐 然後這邊要落胯 落胯的同時 你的意念從這邊下 這樣才會把你的進道從這裡拔起來 從這裡推送出去 然後再從這邊 鬆層收腳 層左胯收腳 層左胯收腳 經過核抱 好 踩下去往正膝 搭起來 左手 跟右手從這邊交搭 搭 搭起來 左腳找一個新的點 然後下插 臺底針 那你 臺底針要下插的時候 你不要 為了要蹲很低 屁股又翹起來 頭又往下 不要 因為要下很低 屁股翹起來 然後身形又往前 彎下去 不要頭往前低 不要這樣子 你這邊可以下多少 你就下多少 這樣下 身體斜中症 這樣斜中症 所以斜中症是 你這邊可以承受 你身體的這樣的 的進道往這邊承接下去 叫做斜中症 你如果 不要斜這樣子 斜這樣子 你的架構是不對的 你這樣是沒有辦法接進道 你進道沒有辦法從這邊 往這裡接下去 所以不可以斷進為 斜中症的最基本的 你的一個概念 這樣子下去 當你的最極限到這裡 你再超過的話 就不是斜中症 就已經架構就歪掉了 下腹 肉腳衝一下 尾一 上腹 下腹 握個當中症 後腹 後腹 右腳衝一下 後腹 後腹 再宰上 重心 居上 痰 後腹 全部握手拉起來 慢慢上鬆往下 來一蹲 好 今天的進度到這邊 進度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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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到這邊